新作幽幽秀 嗨,大家好,我是幽幽 新的一周又开始啦 巨蟹座日时寻找归属感的一周 6月18日巨蟹座水星逆行 12星座容易陷入情感回忆 开始重新思考归属感,安全界限 6月21日巨蟹座日时 12星座可以尝试放下过去的情节 重建安全感 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2星座6月15日至21日的具体运势 参考太阳和上升新作 本周夜市红榜 浪漫思维 双鱼座 部署工作 天秤座 社交结缘 处女座 本周夜市黑榜 感情猜忌 天蝎座 陷入回忆 巨蟹座 沉浸过去 狮子座 白羊座 综合夜市四颗星 事业上可能变得更注重私人生活 对家庭的付出与依恋感加深了 忙碌家事的同时 也有更多机会沉淀下来 接着自己深层的情绪 感情上找到了家的意义 意识到家人家庭的重要性 知道自己真正的归属在何方 懂得把重金回归家庭 财业上可能有房屋落实的好消息 容易在买房 装修等不动产方面有一些疾病 学业上学业运不错 不过可能会有反攻的情况 也可能对以前的认知有新的改观 金牛座 综合运势四颗星 事业上将从财富工作忙碌的状态 稀停下来 适合给自己放个小假 并这段时间充电学习 从浮躁的状态沉浸下来 本周更加关注人际沟通 感情上容易产生一些决定和想法 可能会联络上新的朋友客户 得到重要消息答案 拿到offer等 在社交中容易与他人达成共识 财业上依旧容易有反复不定的情况发生 投资需谨慎 有些人可能会搬迁 装修迎接新的生活环境 学业会有新的规划 有些人会温故而知心 或者重拾某个旧的记忆 爱好课程 部分人也可能会学习一门技能 准备考试 双子座 通合应是四颗星 事业上状态不错 财务方面将会有重大推进 有望迎来升职加薪的机会 有些人可能准备着着手创业 只要足够努力 事业能够更上一层楼 感情让容易陷入一些自我认知的颠覆 对爱情有无力感 沟通容易有麻烦 部分人可能和过去缘分重新联系 财业上将会开启重要的财富机缘 有机会接到一些项目 奠定接下去的赚钱方向 也可能出现重要的款项收回 收益订单 建议脚踏实地的积累财富 学业上运势开始走低 希望你可以快速找回灵感与状态 不要全迷玩乐 确蟹座 综合运势三颗星 事业上力量感逐渐增强 被动很久的你逐渐感到需要为自己争取些什么 开始思考自身方向勇敢的表现自我 渴望掌握自己的一切 感情上开始思考人生规划 如果一直在某段关系里徘徊 本周的推进力量会让你把重心逐渐回归到自己身上 可能会情绪泛滥 过去的记忆和旧事物若隐若现 财业上普普通通 警惕投资不够理性的行为 目前不是大刀阔斧开始新项目的时机 学业上运势开始走低 都有一些感性思维淹没大脑 影响你理智思考 世子座综合运势三颗星 事业上有些心不在焉 本能的自我表现欲望被隐藏起来了 宁愿远离一些琐事 有些渴望触碰自己内心深处的情节与想法 感情上感到压力 缺乏面对的动力和勇气 是时候忘掉过去走出阴霾了 本周可能有奇特的梦境 让你抽离世俗 并且思考很多命运的事项 财运上比较普通 多注意与你相关的社交关系 客户交往 未来或许因此有所收获 学业上开始走低 目前很难集中心力 可以尝试做些运动 以此来唤醒身心 处女座综合运势五颗星 事业上从白热化的工作状态逐渐息停 积血状态也慢慢放松下来 开始注重人际关系 在各种社交应酬中不亦乐乎 但要警惕卷入吃力不讨好的关系 感情上有重要的关系感悟 很容易找到自己朋友圈的定位 明白谁是你的重要客户 朋友与贵人 可能会迎来重要缘分 财业上工作正才不错 但是有不稳定的迹象 由于人事关系导致的项目波动 学业上运势普通 大脑不够理性严谨 可以适当放松下 或是寻求老师帮助 先称作综合运势五颗星 事业上目标明确 事业心强烈 建议保守发展 努力获得权威人士的认可 这段时间更在意个人形象 开始思考有关自己的未来规划 感情上继续思考价值观 与此沟通的事项 由于现实阻力的原因 对未来还有一些不确定性 有伴的天秤注意三观上的摩擦 财运上目前处于财运部署的重要节点 事业上的一些想法 将直接影响接下去的收成 学业上认知可能出现改变 适合学习不同的学科 或者温固而知心 天蝎座综合运势三颗星 事业上接收到很多明确的远见 大程度激发了你的理想 让你对自身的展望 越来越胸有成竹 紧绷的神经终于嗖一口气 可以理性凡然的面对 部分人可能会有出差外派 感情上依旧处于低迷期 目前有很多胡思乱想 容易有沟通或者情绪的问题 无法理智面对 有些人会有重要的迁移决定 财运上迎来投资理财的好时节 但是有些项目机会并不明确 需要注意其中的沟通误会和判断失误 企业上回归重心 有利学习考试 思考自身价值观 诉讼 旅行 护照 或通行证等证件办理 贸易 媒体传播等等 射手座 都回应是四颗星 事业上有些抽离 一些渠道资源 或者用心处理投资理财的事项 有些财务方面的事情 需要你做重大决策 感情上情绪较多 可能体会到关系的深刻从面 直面内心深处的恐惧与欲望 依旧有些沟通误会 彼此仿佛戴了面具 无法直面彼此 财运上会有一些资金的进出 可能会收到款项 红利 或他人馈赠 激发某些投资的决定 认真思考起某个投资理财方案 朝远的财富计划 或者与他人增进合作 学业上运势普通 注意劳逸结合 摩羯座综合运势四颗星 事业上可能迎来 重要合作关系的转折 需要注意工作上的人脉变动 不要执着于做旁观者 感情上慢慢脱离一些琐事处理 重视各种人际关系 对他人的依赖感逐渐增强 但需要避免负面情绪 扩散在感情中 严格自律的单身汪 可能重新投入一段感情 产生认真交往的念头 财运上迎来一些财政压力 工作上有些事情需要先处理好 才能明确财富出路 学业上十分忙碌 警惕各种琐事让你分心 水瓶座综合运势四颗星 事业上迎来星期一 部分人会跳槽升迁 容易接到重要项目 为未来长期事业发展定定基础 可能感到工作被他人拖累 产生不平等的想法 感情上沟通状态不明朗 有很多想法难以明确传达 建议你心平气和的主动出击 财运上可能会有些潜在的好运 或者生财机会 不过本周也迎来花钱高峰期 警惕冲动消费哦 企业上状态普通 可能又会想要放肆的玩 不可以哦 说一座综合运势五颗星 事业上十分忙碌 带给你生活的改变 激发你的创造力 工作目前不是你的唯一 会有一些玩乐休闲的机会 感情上浪漫思维被调动 开始憧憬甜蜜的爱情 或是浪漫的活动派对 本周容易迎来喜事 有利寻找恋爱机会 脱单备孕 部分人需要为子女付出心力 财运上运势平平 处于多劳少得的特殊时期 学业上本周有很强的悟性灵感 不过容易思绪缥缈 抓不到根 3 2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